2013年4月2日 由海南英格地效益船制造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的CYG-11型地效益船 在海口桂林洋海滩实现了首次试飞 这是我国第一艘12座能在海洋起降的地效益船 填补了我国行业空白 地效益船是兼有船与飞机性能的一种地效飞行器 它利用地区飞行的地面效应增加空气浮力的原理 可以在距离水面1到4米的高度 实现每小时180到220公里的低空飞行 是未来名副其实的海上高铁 它不直接受海浪和高空强气流冲击 颠簸程度小 舒适性高 可在水面随时降落 安全性高 又可成倍提高载重量 同时 地效飞行器不受空中管制的限制 出航方便 超低飞行又可躲避敌方雷达扫描 可以到达一般船舶和飞机 难以到达的岛屿和水域 除了水面之外 地效飞行器还可以在平坦的冰雪园 草原 滩土 沼泽上飞行 地效飞行器的出现 是继车辆 船舶 飞机之后的第四大交通运输工具 海南英格地效益船制造有限公司 利用新的创新机制 于2013年4月2日 在穷州海峡成功试飞一艘CYG-11型地效益船 益船飞行高度距海面1到4米 飞行速度每小时200公里左右 益船驾驶性能良好 乘员感觉舒适 该型号益船可载12人或载货1200公斤 百公里号有28升 具有良好的经济性能 2014年10月27日 CYG-11型二号船 在海口市桂林阳附近的海域 连续飞行两小时之久 达到世界级水平 2015年4月16日 CYG-11型双船式飞成功 再次刷新国内记录 同时 在海南各级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海南英格地效益船制造有限公司 正在积极展开系列研发工作 目前LC-11型载12人 配置航空发动机的地效益船 也已完成设计 准备在桂林阳试制量产 此后将继续开发40座和100座 以期载成与载重更大的地效益船 并陆续投产 同时按照规划 海南英格将在海口投资55亿元 建造一个即地效益船生产制造 飞行员培训 地效益船维修保养基地的 高科技产业园区 未来海南英格的年生产能力将达50艘 将推动这一创新产业迅速发展壮大 一小异船的发展壮大 已为我国3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 国家主权保卫和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 增添了新的工具 对保卫我国海防和海洋权益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